5月28号2016年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处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的贵阳数博会已经吸引国内外观众6万多人次 相关新闻网络点击量超过4.55亿人次 2016年数博会将继续在贵阳举办 2015年数博会设置一会一展一赛三大部分 在全球大数据企业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积极参与下 2015年数博会已经吸引国内外观众6万多人次 预计截止闭幕观展参会总数将突破8万人次 此外中央电视台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65家国内外的知名媒体 参与报道贵阳数博会相关新闻网络点击量超过了4.55亿人次 在全球发展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 数博会已经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活动和专业化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据介绍2016年5月26号至29号 数博会将继续在贵阳举办 根据初步规划 2016年数博会将继续设置4个展馆 共4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 数博会期间还将举办峰会和多个专业论坛 并在展会期间举行多项主题活动和新闻发布会 资委会将根据明年大数据产业的热点 合理设置2016年数博会主题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春成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2015年数博会近一年的筹备过程中 资委会得到了各行业机构 政府相关部门 知名企业专家学者 相关媒体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资委会欢迎2015年数博会参展商 明年继续参与展示 也欢迎国内外其他大数据相关企业机构 媒体级人士和资委会联系 下谈明年的合作事宜 贵阳将继续以打造国际化专业平台为宗旨 努力将数博会举办成大数据时代的年度国际盛会 5月28号2016年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波浪会 新闻发布会在处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的贵阳数博会已经吸引国内外观众6万多人次 相关新闻网络点击量超过4.55亿人次 2016年数博会将继续在贵阳举办 2015年数博会设置一会一展一赛三大部分 在全球大数据企业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 积极参与下 2015年数博会已经吸引国内外观众6万多人次 预计截止闭幕 观展参会总数将突破8万人次 此外中央电视台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 65家国内外的知名媒体参与报道贵阳数博会 相关新闻网络点击量超过了4.55亿人次 在全球发展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 数博会已经成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重要活动 和专业化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据介绍2016年5月26号至29号 数博会将继续在贵阳举办 根据初步规划 2016年数博会将继续设置四个展馆 共4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 数博会期间还将举办峰会和多个专业论坛 并在展会期间举行多项主题活动和新闻发布会 资委会将根据明年大数据产业的热点 合理设置2016年数博会主题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春成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2015年数博会近一年的筹备过程中 资委会得到了各行业机构 政府相关部门知名企业专家学者 相关媒体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资委会欢迎2015年数博会参展商 明年继续参与展示 也欢迎国内外其